正值高雄市市中運選手報名的時候 博雀有資深教練對伊甸史來爆料 今年的市中運比賽只有造假之血嗎 因為有學校的空手道教練 同時幫自己的學生報名了拳擊 但是沒有出賽但詭異的來了 居然比賽同時拿到兩項獎狀 名練前茅 拳打腳踢俐落出招 市中運空手道選手一較高下 事實上同一個時間拳擊也在競技 但這位綁籃帶的選手兩邊都報名參賽 怎麼比難道有分身實在很有鬼 空手道資深教練出面踢爆 市中運的賽事疑雲重重 翻出了比賽秩序冊 1月9號空手道在中山工商比賽 過棒時間上午8點 當天近乎同一個時間 全棋在陸竹高中競技 選手10點過棒 同時間選手怎麼可能出現在兩地比賽 而且賽事場地相距四十幾公里 來往要近一個小時 因此質疑賽事造假 竟然同一個時間選手不可能在兩地比賽 更詭異的是勝出的空手道選手 貨班的獎狀也都拿到了全級賽事的獎狀 還名列前茅 而這樣的選手不只一位數一數 竟然有八位 市有蹊跷 今年的黑幕重重 往年有沒有發生 教練又從一名認識的 女空手道選手中發現 去年市中運的拳擊比賽 她也勇奪金牌 但市上這位女選手 臉書上的照片 PO的全都是空手道的比賽照 沒有拳擊項目 市中運被資深教練指控黑幕重重 到底賽事有沒有造假 曾有教練向教育局檢舉 但第一時間教育局簡單交代 比賽名單物質 但就在記者追問以後 教育局是這麼說的 所以那時候是沒有審核嗎 這個部分確實在作業上面 是有疏忽的地方 教育局的回應 從物質到坦承茶和上有疏失 也強調已經追回了獎狀並銷毀 但這樣的說法 是否能被外界信服 市中運的公平性和公信力 在體壇上恐怕已經引發非議 記者翁成文 葉宏榮 高瑞祥 高雄報導